大家好,歡迎來到遠山戰情室,我是雨童 英國金融時報披露,中國在7月底到8月中旬期間 測試了兩種高超音速武器,引起了美國國防官員的警惕 因為這表明北京在開發針對導彈防禦系統的一類新型破壞型武器方面的進展比預期要快 自那以來,美國太空和導彈專家一直在辯論中國的試驗 如果一直在避免大各間高超音速導彈競賽的美國打開禁忌,這對中共來說就是想避免它無法逃脫的惡夢 因為今天要講的內容比較多,我們先簡單講一下什麼是高超音速飛行器 然後講一下兩次測試的大概情況 高超音速武器有兩種,第一種是由發動機推動的高機動性的高超音速導彈 第二種是高超音速飛行器 它如太空所不一樣,高超音速飛行器是一種航天器,由火箭發射進入軌道 然後它重新進入大氣層,以超過5倍的音速飛向目標 高超音速飛行器可以作為一種常規武器,利用其速度在撞擊時摧毀目標 但中國正在開發可以攜帶核彈頭的高超音速飛行器 由於中共對測試高度保密,金融時報根據多名美國情報人員的消息 對這兩次測試進行了多次報道 我們根據這些已知的訊息,為大家整理出這些秘密測試的大致情況 第一種測試是,中國利用冷戰期間蘇聯開發的部分軌道轟炸系統 簡稱FOBS,將可攜帶核彈頭的高超音速飛行器送入低地球軌道 該飛行器在環繞部分地球軌道飛行後重返大氣層 憑直著極高速度突破反導系統的攔截,進而攻擊地面目標 但在這次測試中,導彈偏離了目標大約24英里 這個測試的目的是為了繞過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 因為俄羅斯與中國跟北美之間最短的路線是北極上空 所以為了探測從北極上空飛來的洲際彈道導彈 美國的地面雷達都向不瞄準 但中共這次測試的部分軌道轟炸系統彈頭 是繞一圈從南極上空去攻擊美國南端 攻擊美國防禦的薄弱環節 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的核武器專家劉易思說 理解高超音速飛行器與FOBS結合的最簡單方式 就是將在太空梳的貨倉裡放一個核武器 而忘記了起落架 第二種測試是中國向南海上空的大氣層中發射了高超音速飛行器 該飛行器在飛行途中發射了一枚單獨導彈 但該導彈沒有明顯的目標最後聚入水中 軍事專家一直在研究與這次試驗有關的數據 他們也在爭論該導彈的目的 五個大樓的一些專家認為這是一枚空對空導彈 其他人認為這是一種反制措施 目的是破壞導彈防禦系統 使其無法擊落高超音速武器 中共外交部在10月中旬闢謠稱 這只是一個可重複使用的寒天器測試 但外交部所稱的這項試驗是在7月16日進行的 而其餘兩次高超音速武器試驗分別是在7月27日和8月13日進行的 有些專家質疑北京為什麼要發展這種能力 認為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 是為擊退像朝鮮這樣擁有相對較少的遠程導彈能力的國家而設計的 並不是為了抵禦來自中國這樣國家的大規模攻擊 麻省理工學院的核武器專家賴特說 中國知道他可以克服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 但他可能想讓美國官員相信中國還有其他攻擊方式 另一個論點是他們不想在未來被遞注 賴特所指的是美國在繼續發展其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未來 蒙特雷國際研究院的波羅克說 中國可能也在考慮如何對抗美國部署在西太平洋的 宙斯盾南上的海基導彈防禦系統 可操控的飛行器將有助於避開這些系統 部分軌道軍炸系統給北京提供了打擊美國目標的更多方法 再進行高超音速試驗的同時 中共也在迅速擴大他的核力量 到2030年可能擁有1000枚核彈頭 這表明他正在放棄幾十年來一直保持的最低威懾態勢 我們戰程室之前都說過 美國福布斯雜誌曾經質疑到 假設中國確實有飛行器加FOBS 對北京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據估計 中共擁有一百多枚洲製彈道導彈 並正在建造更多的彈道發射井 因此它已經有能力摧毀美國 但是儘管五個大樓擔心中共的太空核打擊 但如果中共真的嘗試 它是愚蠢的 要想在美國的二次報復打擊中 使中國不被炸回石器時代 中共必須確保一次打擊成功 那麼中共就必須摧毀美國的彈道導彈潛艇 以及在特集中 倖存的任何陸基洲製彈道導彈和空炸機 至於在南極上空發送火箭 以避開導彈探測雷達 任何FOBS的發射 仍然會被美國的導彈預警衛星探測到 何況北京甚至不能確定 它的高超音速武器是否會按計劃運行 對於中共的測試 白宮拒絕發表評論 包括國防部長奧斯丁在內的美國政府官員 拒絕證實或否認這些測試的存在 核武器專家劉易斯說 中國似乎已經在搞一種創新 並強調需要對此保持一定程度的懷疑態度 但負責監督美國核力量的 戰略司令部負責人李查德上將 上月在德國接受美國軍部聲調期報採訪時稱 他對金融時報的報導不感到驚訝 如果將來出現更多類似報導 他也不會感到驚訝 美國參謀長連席會議主席米利將軍 稱中國的武器試驗接近於斯普特利克危機時刻 這是指蘇聯在1957年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 美國對蘇聯的成功漁亡次輩 從此開始了太空和軍備競賽 導致了蘇共的解體 海騰將軍臣作為連席會議副主席退休時 也表達了重大關切 海騰對CBS新聞說 斯普特利克危機在美國創造了一種緊迫感 我認為7月份的測試應該創造這種緊迫感 海騰上個月告訴記者 盡量避免高超音速武器競賽的美國 在過去五年中只進行了九次高超音速試驗 而中國在同一時間段內進行了數百次 海騰當時說 個位數與百位數相比不是太好 但這並不意味著 我們在高超音速技術的發展過程中進展不快 但他確實告訴你 我們的開發手段與過去有了根本的不同 美軍戰略系統項目主任 旭爾夫副司令認為 美國了解高超音速技術 但由於戰略重點是對抗中國和俄羅斯 最近才對他產生了迫切的需求 旭爾夫說 我們研究高超音速技術已經二十多年了 只是直到我們走到了大國競爭的這一步 我們從反介入和區域阻拙武器和美國印太司令部 看到了中國的所作所為 看到了俄羅斯在大西洋的所作所為 我要說的是 這個不是一個我們是否了解這些技術的問題 我們了解這些技術 在這個之前 我們只是從來沒有真正採用這些技術 並把它變成一個武器系統 近年內美國對高超音速武器的資助有所增加 五國大樓最近為2020年的高超音速研究 申請了38億美元的預算 高於2021年的32億美元 導彈防禦署還為高超音速防禦 申請了近2.5億美元的資金 一些專家將對高超音速技術的投資熱潮 比作一場軍備競賽 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的研究員 特雷西說 雖然美國正在這些武器上花大量的錢 但國防部沒有明確說明這些武器要做什麼 他們要完成現有導彈技術無法完成的什麼任務 這是軍方未能回答的問題 我們是否僅僅因為俄羅斯和中國在做這些武器 也跟著開發這些武器的 其實如果中共真的部署了有效的FOBS系統 美國和俄羅斯就會開發天璣輕彈 而且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太空核武器的前景 1967年外層空間條約 禁止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放在圍繞地球的軌道上 暗裝在月球或任何其他天體上 但中共很早就在為這類測試鋪墊合法性 中國《寒天報》在2017年6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 題目為《50歲的外層空間條約》名存實網 文中譯作《外層空間條約》已經過時了 另外中共外交部闢餓後 《鳳凰網》發文稱 《外媒在炒作北京違反太空非軍事化的槍椅》 新浪軍事說 《外媒的猜測不能證實中國正在測試太空武器》 事實上 《北京長期反對太空軍事化、反對外空武器化和外空軍備競賽》 更反對把外空作為戰場 駐美的中國大使館 稱他不知道這些導彈試驗 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反駁稱 我們對其他國家進行軍備競賽一點都不感興趣 美國近年來一直在編造中國威脅這樣的藉口 為其軍備擴張和發展高超音速武器辯護 所以最想對測試保密的是中共自己 因為一旦如此會引發美中軍備競賽 中共很可能會報蘇共的後塵 最後我們談談 現在世界上有哪些國家正在開發高超音速武器 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正在引領高超音速武器的發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中國和俄羅斯再開發具有核能力的飛行器 其他國家包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朝鮮 也在研究者看技術 同時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最近的一份報告 伊朗、以色列和韓國已經進行了基礎研究 世界上許多最大的國防公司 包括美國的諾克希德馬丁公司 諾斯諾普格雷曼公司 和雷神公司 以及英國的貝爾系統公司 一直在投資高超音速技術 並與政府合作、測試和開發不同的能力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分享、點讚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明天見